是真真正正,過去佛是這樣講,現在佛是這樣講,將來佛都是這樣講,三世如來都不能改的,這些法沒有人敢改的,十方諸佛,三世如來共所守護,一切菩薩摩可實,共所互念教化眾生的法門, 過去是這樣,現在是這樣,將來是這樣,這個世界是這樣,那個世界是這樣,乃至遍滿虛空,所有世界都是在講這些法,以法為師。 好了,如果能夠歸以名師,讚嘆妙行,讚嘆妙行,那你都要懂得讚的,你看到厲害的東西,我不知道是厲害的,那你會不會讚呢?不知道的嘛,那你懂得讚,那你當然懂得學,你每讚的東西,就是你學習的目標,是不是這個意思? 所以要讚嘆妙行,將妙行鎖定,就是我要去學他。 觀醒菩薩,這麼偉大,我要學地藏王菩薩,這麼偉大,我要學普賢菩薩,這麼厲害的,我要學文殊菩薩,這麼大智慧的,我要學, 你看到什麼法門的,我就要學,廣修共養,我未夠資良,我未夠福德力,收福,收共養,種種自己最好的東西,全部奉獻,呈獻,供養如來。 諸佛菩薩,絕對不貪你的物件,最喜歡拿你的成績表,你的成績表,就是你愚發修行,你做到多少呢?你用那個行為去供養他。 當然,人人不同,有些少些,有些多些,不要緊,諸佛菩薩不會小看每一個人,乃者的小孩學走路,他走十步,跌五步也好,菩薩都會拍手,因為他正在走,他正在跌,還未完整。 不怕,你用這種行為,來報答父母,我們用我們的修行,來報答諸佛菩薩的恩德,他是最喜歡的,愚發修行供養。 廣眾善根,應該要時常檢討幾個,不要自悶,所有人都會錯的,一日未成佛,一日都會錯,哪怕他是大菩薩,都會有障礙。 要常常檢討惡行,法路罪顯,懺悔業障,怨不再作。 在諸佛菩薩面前,很致誠,老師你幫我,我要改了這種壞習慣,我要這種行為,我不再犯。 由於將累劫的慰物清除寧靜,方誠法器,繼而除起一切善法善行功德,必獲如來神力加備,不知不覺就能進入菩薩的妙行。 不要小看前面的五元,我很想人受用佛法,是明白到,而真正發心,而真正鎖定的目標,是這五件事。 當我們真的做到的時候,我們就可以發後面的五元。 佛弟子,若要發起普然行願,一定要以真實心,依願起行。 不要貪心。 那麼好嗎?我又發了。 但你發的那個心,是不真的。 即是找好處的那種。 那麼好,我先發了,不要笨了。 不好。 你真的要鎖定,這是我們的修行目標。 我鎖定它。 如果心量未夠的,我就發前五元。 後面的五元,不輕易發的,留意一下。 後面的五元,很真實的,很大的。 先發起前五元,然後醫願起行。 當善根成熟,心量自然廣。 當你一廣,我不叫你發都不行,擋都擋不住。 十方諸佛和菩薩,普然菩薩的互念之下,自然能發起後五元。 如法修行,同契如來,大成縣海。 好了,後五元是什麼呢? 後五元,就開始由智利的基礎,轉為離他了。 真是,整個行願當中,不是為一己。 是為了成就眾生。 大家都知道,宇宙最大的寶藏是什麼呢? 是佛陀。 有佛注世是否最大的寶藏? 佛說法是否最大的寶藏? 有什麼不明白,他全都說了。 只得他最明白,天上天下無如佛。 有佛注世,那一定是正法注世的。 不會說有佛注世叫末法,那不是佛。 沒有說有佛注世叫末法,沒有的。 有佛一定是正法的。 原來,如果佛,很多時候,佛不會隨便說法。 通常都是有問,就是有答。 為什麼呢? 原來問的有個因緣,有個基礎。 所以釋迦如來,很多時候, 他想令眾生問法, 他會示現誰相。 他會放光, 燃神通,很多時候。 有時候,因為一兩個問題, 他問一件事,佛就答十件事出來。 他有這樣的原因。 但你不問, 他沒有一個因緣,他自己答的。 很少無問而自說的。 所以,是要請說法的。請轉法。 有人要請法的。 你不請,沒有因緣講的。 很少自己去編,自己去講,很少的。 開始,由智利的心,轉為利他。 原來佛說法好。 但是,很多人不懂得問。 同意嗎? 我想聽而已。 你問一下吧。 我不會問。 我只聽,說得很好。 你不明白便問。 我未見到他的兒子有很多問題。 我一見到他,我不知道怎樣問。 原來問也要懂。 問也有夠膽。 有時候問了兩個問題。 詞不達意也有。 是否要有大智慧才懂得問問題? 是否要有大智慧才懂得問問題? 是否要有大智慧才懂得答問題? 是否要開始成就眾生? 不是只是為自己。 我得解脱,我要成佛這麼簡單。 不是了。 留意一下,後果誤願開始, 不為自己的了。 為眾生了。 我要懂得問也行。 我要知道眾生是甚麼根基。 欠缺甚麼。 想聽甚麼。 有甚麼可以幫到他。 我們才懂得待眾生問佛。 我們很多時候看很多佛經, 有很多人問佛。 其實不是那個問題, 那個人想問的東西。 金剛經。 衰菩提。 合掌鼎禮。 善護念諸菩薩。 善父祝諸菩薩。 善男子善女人。 法阿諾多羅。 三秒三菩提。 心英雲何柱雲。 恒復其心。 啊。 如來呀。 到底一個發大誠心。 行菩薩道的修行人。 他應該怎樣恒復妄念。 怎樣注持其心呢? 其實可能這個修行人。 第一,他自己很想知道。 第二,可能他見到很多人, 都是同時期。 在恒黑說法。 在度化眾生的時候, 仍然是染世間。 他想借如來的口, 去宣說真理, 去叫醒他們的美領。 好自地藏經第十二品。 《教量報師功德原品》。 地藏菩薩想問佛。 佛陀啊。 在這個世間, 為什麼有些人修行一生受福。 有些人百生受福。千生受福。 乃至生生世世受福。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分別呢? 你可不可以為我們演說呢? 你以為地藏菩薩知道嗎? 擺明了。 如果我們用現實生活說, 做妹而已。 做妹的意思就是說, 其實擺明就是, 當時仁天, 很多眾生在狐疑這個問題。 這個大菩薩演大利益事, 所以請如來去宣說宇宙的真實現象, 教化在會眾生的意思。 是不是所有眾生都很想聽? 因為每個天人都想, 我們常生天上受聖妙樂。 怎麼可以得大福利? 所有凡夫都想這件事。 地藏菩薩當然是借如來的甘口所說。 所以請轉法論, 有無數無數的菩薩眾, 在一切菩薩、羅漢、 乃至天龍八部、人間、 圍繞如來說法的時候, 很多時候有菩薩代表問的。 是嗎?請轉法論。